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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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就一定会抓住 而且他一定会成功 我在学校就听过很多人讲 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 叫李安很有才华 听说他回纽约 然后跟家人都住在纽约 然后那时候刚好 中央电影公司 还有大陆上海电影片长 都有在美国拍片 然后在拍片的时候 他有来帮忙 他有做临时演员 然后他有做制片 然后跟他聊之后 发现他非常有个人的想法 还有对电影的理解 手法什么都很独特 谢谢中央电影公司 有这样的勇气 让我一个人 带了一千三百万 到美国拍这部电影 十个月以后交货 我个人要特别感谢 我的父母 我伟大的太太 还有我的岳父母 多年来对我的耐心 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谢谢大家 各位来宾 小儿伟童和顾薇薇小姐结婚 由于准备的非常长 未及提前 我的父亲不只是岩父 他是我高中舞台内音中的校长 他就正好是我的校长 后来我发觉连续拍了三部 我一定对他有一种 不只是父亲的情节 可能还有一些 对中原的文化 到了台湾怎么续存 这样一个传统 有一些尴尬的这种状况 戏剧的张力 都在跟父亲的情怀 那个跟中国的那种情节 跟纠葛的东西有些关系吧 我真的最喜欢是《以诗难语》 对我来讲 他早期作品里面 这种所谓的传统 跟现代的冲突与和解 都有自己的在那里拉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对创作来讲 是另外一个进展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们宣布一下 你知道的吗 跟导演在《隐身男女》的合作 其实导演 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因为我觉得李恩导演 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细节 其实跟他对待人很像 就是该细致的 或者该忽略的 或者有时候该重视的 就是他不断地在探讨 人性的复杂 1995年他拍了《理性与感性》 而且是别人主动找到他的 他用西方的 所受的教育的一个 西方拍摄手法 然后去尝试东方的一个文化 《理性感性》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古典文学里面 是非常经典 当一宣布是一个东方人 李恩来导演 这样一个西方经典名作 真的是跌破所有人眼睛 那个时候蛮可怕的 我连美国人都看不到 都全部是英国人 而且都是很吓人的那种 知识的水准 口才 卖相 其实那个素材 虽然是英国文学 虽然是英文 可是我觉得其实相当熟悉 我已经做三部电影 其实我跟英国人那种 dry sense of humor 还有就是情感跟幽默 还有尴尬感 就是社会讽刺剧的这种出手 其实是我天生就会的 那我只是把我本来就会的东西 用英文做一遍 那时候英语也讲不太好 我拍那个片子觉得 拍完以后觉得聪明了三集 真的尼采讲了 杀不死我让我更强壮 那次没有被干掉 对后面帮助真的是很大 毕竟我还是要回来拍中国文化的 跟尤其是对于古典文化的向往 那用一种很有活力的武侠片的创作形式 把它表达出来 那这其实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来啊 他不是 李安的电影让他们看到了质感 然后他很技巧的 他用西方的那一套的拍电影的一些技巧 然后让我们东方的文化 藉由一些亚树共享的故事 能够传达出去 我觉得这一点是 他让西方观众在不知不觉中 吸收了东方的文化 我很想把东方文化介绍到西方 因为我在西方的系统拍戏 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比较压抑的那些东西 就是卧虎藏龙 藏龙那一套龙 把它释放出来 因为一般以前的武侠片里面不太讲文化 所以那也是一个梦想吧 就文的武的一起来 Somehow就是在你幻想的东西 它在影像上面 它有显像出来了 那这个是让人一直想拍 大家一直想看的一个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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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后这一间 在这一间我们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他也跟我讲过 他从小学的时候 就一直心里面一直这个 有个梦 就是想要拍电影 所以他其实是从小就有一个电影的梦 在他心中 有一次是偶然的机会 我这个正在教函数 那下了课之后 他跑来跟我说 老师刚才你讲那些东西 那是比较抽象一点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电影来表达的话 那我们说不定可以表达得 让同学更容易了解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我知道他很喜欢电影 就那个时候几乎是整个我印象中 在那个时代的话 我们这个戏宴几乎是学生为主要的族群 那个时候不只是李导演来看 李校长跟李妈妈也常常来看 我就是李导演 在我们售票处前面拍的这一张 那时候已经在放映了 那时候已经在放映了 这个电影我们打破我们电影 放映时间最久的记录 连续放映六个月 打破七十一年来的记录 台南小孩非常的乖 尤其到我们台南一中 正好我父亲又是校长 那所以我就比别人还要再乖 乖到已经羞怯到上课都不能转型这样 我觉得纪律 人情世故 还有学校教的东西 对我们日后的影响非常的大 吸收在台湾因为是海岛 所以它的文化很多样性 那我们吸收很多世界的文化 后来到美国以后 也不晓得觉得那个压抑奔放出来以后 好像创作力也变得很强 导演李安和太太孩子 以及徐立功等人一起现身 李安的脸上始终挂着谦虚的围上 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 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华语电影 卧虎藏龙奪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是台湾史上第一座奥斯卡奖 我觉得这个对国片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就是说在于主流的制片里面 我们也有我们的声音 电影段贝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 华人史上第一位 段贝山在影卡下第62届威尼斯影展 最高冗议金诗奖 那是一个地区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觉得我们在线路上 我们想去到线路上去探索 人物和问题 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地方 我爱他们 我感谢他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关心 你能谈论我们一点点 我愿意成为中国人 我不是美国人 有请李安 谢谢大家 我们很感动 当然社界投入情感非常深的 是对整个爱国主义的那种 苍茫的那种感觉 从一个女孩子她 对于这个 性跟爱里面的一种需求 怎么样那么神圣的战争 那么阳刚的事情 就好像整个感觉非常的困惑 那个跟我的心情很像 就是我成长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感觉很迷失 不管是段贝山里面 在那个压抑环境的西部 一个恐童的一个 的同性恋人 对于身份认同 抓不到边的 这种的题材 特别的吸引我 李安导演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他有多么的缜密 他有多么的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第一次进到香港的公司 我一走进去 右边有面大墙 大概就是这么大 上面一整片 画的当时上海的市区图 当时 所以梁朝伟从什么地方出来 他们都完全知道 当时上海街道的状况 很少导演会做这样的功课 李安导演 恭喜台湾之功 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李安导演 在家里拿这个奖 我觉得非常的安慰 心里面非常的踏实 谢谢大家 台湾电影 台湾电影的 最大的潜在市场 是在华语 广大的华语市场 我们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自由 还有我们传承的文化 请大家好好的把握 请不吝点赞 所以她整个沉船漂流的维度 就是在台湾附近 你看那个故事 虽然在海上 可是你找个最近的陆地 就是在台湾 所以我想也是一个庶民 她利用这个她的家庭 传统的东方的家庭伦理观念 做一个主轴 然后把它幻化成一个 用一个魔幻的故事呈现 她把这些属于她自己 在以前的题材中 呈现了父子关系的一些纠结 跟一些挣扎的张力 放在了具体而为的派跟老虎身上 我想把外面的团队带进来 也给台湾的业界 因为我觉得 那个电影在好莱坞拍不出来 你如果是在洛杉矶拍的话 太多人告诉你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你在现在这么小的招浪池里面 你要去做到导演要求的浪 那很难的 我们很有自信啊 导演我们开始打第一个浪搭 第八个她都不讲话 她只是在那边看 皱眉头而已 最后就跟你讲 全部不行 转掉就皱了 很生气 全部不行 不是一个不行 全部不行 因为我要做永浪 不是那种排浪 那种像洗澡缸那样 不过做出来 我真的非常地 proud 其实他们看了也很惊讶 我们也排不出来 那我们就在台湾做出来 我带了150个多个全世界的 都是很顶尖的工作人员来 带台湾 大家都非常地满意 我所有需要的原料 人事物全部在台湾早期 包括在外面都很难找到的东西 那资源其实非常地大 那是我当初回来没有想到的 我们在台湾 那是 我们在台湾的工作人员 他們幫助我們 尤其是台中的城市 我的英國隊伍 我愛你 我的英國隊伍 我愛你 我的家庭在台灣 我的妻子 Jan Lin 會結婚了30年 這個冬季 我愛你 她不是只有要追求完美 我應該講的是說 她是追求完美 然後要超越自己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李安很認真的蹲在籠子前面 跟那個走出來的老虎 兩個就這樣子面對面 真正盯了有五分鐘之久 然後我才問李安說 幹嘛要看那麼久 她說因為裡面 最後生存的就是 那個派跟這老虎 那這個老虎 其實就是一個王 他要讓他 至少要有一個威嚴在 所以那個老虎眼神也要夠力 那個老虎眼神也要夠力 導演很好啊 因為這些劇組不便宜啊 那你移到這邊來 我相信導演也希望說 把蝶浪子留來台灣 不要拆掉它 因為以後不管是世界各地 或者我們台灣自己的劇組需要 你也可以在這邊拍 什麼 像冇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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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數碼時代 不管你喜不喜歡 所以我第一次接觸數碼 第一次接觸3D 當然研究久 我眼睛看東西也變了 拍電影的話 其實大家不曉得說 我們比較厲害的 不是什麼藝術這些東西 耳衝目明 眼睛要很尖 希望這個東西 能夠激發觀眾的想像力 我們再怎麼想像 再怎麼感受 不會超過觀眾的想像力 所以電影是拍給人看 那我們技術一定是為藝術服務 第五十屆金馬獎 我們的評審委員團 由李安導演擔任評審團主席 所以對我來講 金馬獎好像落了一個印 在我的心裡面 那我的生涯從這樣開始 而且一開始是這麼的溫暖 我覺得因為有李安 電影人有了更大的自信 世界這麼大 只要做自己 到哪都可以安身黎明 因為我是少數把輔導金還回來的人 我也是少數國片的導演還能純粹的靠電影的薪水養家活口 我們來幫助一下新的正在創演中的年輕人 就李安導演 有拿到國家的獎金 他想要把這個獎金拿出來讓台灣一些比較年輕的導演可以拍片 就這種慷慎 他不知道對這些被支持的人感覺到有多幸運 他其實改變了一個人的心理素質 改變了一個人的生命的樣態 我突然有一種對要走電影這個行業的信心 突然整個穩固下來 我想跟你們一起拍電影 就開始了 他們的創作力非常的強 帶有人才出真的是這樣子 而且他們這一輩的尤其是在類型上面掌握的 比我們那時候成熟的很多這樣 所以非常的可貴 覺得非常有希望也非常慶幸 我是這個大家庭裡面的一份子這樣 我覺得李安導演是一個非常溫暖 然後又非常細膩的一位電影人 那他作為就是金馬之委會的主席的時候 他不僅就是 當然每年都要回來 他會盡可能的就是去看所有的入圍影片 你可以想像當今天在入圍酒會 或者是在就是電影人們參加金馬的場合當中 李安導演告訴你他看了你的作品 他對你作品的一個鼓勵或者是看法的時候 那是多麼激勵人的一件事情啊 他像一個農夫 對 就是開墾這樣子 然後嘗試新的品種 然後要有新的土壤 那個品種才會茁壯 因為有李安的電影 台灣被世界大量的看見 台灣的精緻中華文化被世界承認為一個代表 李安是屬於全世界的 融合東西雙方文化 讓世界可以看見台灣 那也讓他的影片能夠照耀全世界 我喜歡做夢 這書也不是念得很好 感覺上挺浪費的 可是 somehow我一拍片好像都很有用 我也不曉得我英文不好 怎麼能夠去拍一下李遜感性 我也不曉得力量怎麼來的 我也沒有練過我怎麼去拍過湖長門 我也沒有 我當過兵我沒有打過仗 那些戰爭片我怎麼拍的 我也不是對印度特別了解 我居然去拍個印度片 就不曉得那個力量是怎麼來的 我想一定是跟台灣的成長 滋潤的養分 我沒有辦法很清楚的這樣一筆一筆這樣 誰教了我什麼 我覺得不是那個東西 可是 somehow 一種孕育吧 一種培育 謝謝 我以作為台灣的電影人為榮 我以代表台灣為榮 我以代表台灣為榮 為台灣人為榮 小人為榮 有種人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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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